這個選情一個月 有不少人帶到選記證號館 這樣市民吃越吃不漏飯 看很辛苦的犯者 增加到兩聲 醫生說 對這個選記太過導入 會影響到身心的健康 最好就要盡量來拍開到 選記最關的位置 選情北京 無關是民調選情 都青春影響到選民的心情 像這樣睡不去 又吃不下去的民眾 雖然選記的時間 別近越來越多 對於心理影響生理 作成交流 市民使用不盡 這心心失調的狀況 這段選情就是選記證號館 最嚴重的 有可能會出現那種 妄想症的情形 我們只有個案 就是說他有那個法律 他支持的人一定會當選 然後這個對手也知道他有這個法律 還派人再跟蹤他 鄭新庫醫師統計 選記正後一國的 求真的人比平常是幾兩下 要比不然因為 最多的導入選情 影響信心 除了檢查網路電視 選記消息觀看以外 最好也要學習 專利注意力 作息規律 保持良好的運動習慣 那心態上面可能要保持 這個 有盡力而為 那這個有勝有敗 調息好心心中風 只要四年一次 就讓自己心情 真像在坐 混社會車一樣 想換 那這個 是